啊 好rias 我是民主打獎罕匠 然后今天韓国人又要来带大家看看 我现在所居住的大陆的城市 也就是杭州生活的环境 今天比較特別 因為我之前在五湖那一集 算是在島內的討論版上面 非常多人都在討論 但是那個時候去五湖 有特別進到小區去看看 有去感受一下 但是我在杭州這裡 尤其我看上的居住區域 我只有拍周邊嘛 我還沒進去過小區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今天韓國人特別 要帶大家進去小區看一下 但是在我進去之前 我還是要回答一些觀眾朋友 因為我還看到有些留言 還在那講說 這個土地都是反正阿貢的 不會擁有啦 所以在大陸買房沒有用 甚至是說拆遷 這個大陸會用暴力的拆遷 然後還特別強調 這就是我們民主自由 跟大陸的不同 所以看到又是長年來的假資訊 在大陸啊 不管你今天買70年的房 或者是50年的房 不是50年住滿就把你趕出去 不是說70年住滿就把你趕出去 那今天他會有這個時間講簡單 也就是讓大陸的政府好去重新規劃 如果你今天住滿70年 那大陸的政府對於這區塊沒什麼規劃 你只要繳完稅金 然後又可以繼續住 那不像台灣每一年 我們如果有房地產的人都要繳稅嘛 不需要 以現在大陸現行的制度是不需要的 所以70年住滿不會把你趕出去 如果政府沒有規劃 他就怎麼樣 你就可以繳個稅繼續住 如果今天政府有規劃 他也會出錢給你買回去 所以講簡單 房子永遠都是你的 政府如果有規劃 他就是給你錢讓你貸換 就這樣 講簡單就是這樣 所以幫一些啊 不懂的朋友們啊 幫他們補充一下 那韓國人廢話不多說 馬上帶大家看看 我看上的杭州的未來科技城 也就是在漁航區這裡 地圖會擺在這上面 然後這周邊我能進去的小區 我進去拍給大家 讓大家感受一下大陸的居住環境 馬上Let's go 這裡啊 完全跟之前是不同一條 之前是在這個小區的對面 我是在這開頭 你看這個小區的另一邊啊 也是有這種綠化帶的公園綠地 很舒服 這裡啊 也完全都不用錢 真的杭州是一個綠化很徹底的城市 那這裡的話 我們待會看看多少錢 然後那個小區好大 周圍店家也非常的多 然後這裡叫什麼街啊 夜城街 你看 大家都很悠閒 這一條啊 就是我很喜歡大陸 有把這個車子 跟這種電瓶小機車啊 分道的一個道路 中間都有做這種綠化 非常的舒服 真的有些人很喜歡杭州 我覺得完全不意外 如果預算夠的朋友們 我覺得也是可以來考慮住杭州 因為杭州要回到台灣是非常快的 因為硝山機場是直飛到台灣 那我們待會看看 我們能不能去對面的小區拍給大家 對面的小區感覺就有一點年代 你看 前面 有沒有 就好像走到一個商業區了 那剛剛韓國人說的這個小區啊 我已經在這個 房仲的APP上面看到啊 現在有一個90平米的房子啊 是230萬 哇 欸這個是可以的哦 它1平米才2萬5 算蠻便宜的 貴一點的有到400 那它是123平米 大家再自己換算一下 因為大陸的3平米是台灣的1平 所以大家要自己換算一下 123平米 然後101平米 是305萬 這個家具好像也都是有了 空房就239萬人民幣 哇 那可能平米數接近是80、90平米 將近都是200多萬 各位韓國人已經進來小區了 這就是小區周邊的環境 哇 就像一個大公園一樣 前面還會有賣東西 哇 整體的環境 對啦 這就是一個非常標準大陸的大小區 那我來看看這小區有沒有什麼 亮點 我也是第一次進來 像這種你們要知道 這個是大陸很標配的小區的樣子 就是長這樣 但是很大啊 對於台灣人來說 這個居住環境 還有加上運動的環境 你就在這小區晃晃就夠了 這一些外賣的騎手啊 還有這種送包裹的啊 如果這個小區大家不是集體 在一個地方收包裹 它說不定都可以送到你家門前 你看多方便 像我之前住的那宿舍啊 它真的包裹就直接送到你家門口 然後我每次拿就很方便 我來看看他們有沒有運動的地方 如果這裡照我剛剛看 有兩百多萬的一戶 那其實也不會到很貴吧 它這裡還有一個農夫山泉 專門賣水的地方 都放在這個小區的樓下 大家就可以在這買 系統化非常方便喔 它直接寫把健康生活搬到寧家樓下 然後這裡啊 就是熱社的回收點 我相信大陸朋友們應該看到說 啊這不就我家的樣子 所以為什麼我那時候多不缺綠配 整天在那 啊台灣的公園 啊好棒啊 我的一頭問號是因為 啊大陸人很多人住的房子樓下 就是一個大公園了 還有我剛剛旁邊 直接也不是小區 就是開放的公園綠地了 對不對你看 小區前面有廣場欸 這裡基本的這種設施 看到蠻多人在這運動的 前面還有舞台 看起來就是這裡有時候 都會搞一些節慶活動 可需要像那些綠配講的 還要帶小孩去找個公園6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覺得這個 其實跟五湖當時那個樣子 也差不多 那當然啦 五湖那裡的房子 那時候直接就是 六七十萬就可以了 但是確實是很便宜 但沒辦法 這裡是杭州 這裡畢竟 也是辦過亞運的 算二線城市啊 然後這前方啊各位 還有一個小河 非常的舒服 待會大家都走過去看一下 之後我約好房仲啊 我們就來看看周邊的房子 他就會帶我們進去 順便把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好多大飛機喔 這台飛機好大喔 各位我都走到迷路了 這裡的綠化 就很像我剛剛在外面街道拍的 那這裡也都是有這樣的綠化 喔呦 抱歉喔 我本來以為這小區什麼就沒了 還有籃球場啦 哈哈 原來這裡也有小朋友的小小遊樂區 很不錯耶 大家運動還有遛孩的地方 好各位韓國人現在已經從這個小區走出來 然後重點來了 因為有些娃娃可能就會在那酸了嘛 韓國人你這是小區 如果大家住不起的話 就沒辦法享受這樣的綠化空間啦 對 沒錯你講得很好 這是小區 然後它的對面就是公共空間 然後看公共空間前啊 先看一下 這個小區啊 離地鐵站啊 490米 五分鐘 六分鐘的路程 非常的近 直走就到了 五號線 這個叫什麼海歐路 哈哈哈哈 很可愛 這裡 沒有任何大門 沒有任何收費的 也可以擁有這樣的自然環境啊 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這小區旁邊的 一個小河道啊 你看 多舒服啊 這個就免費 各位真的 就在小區對面 全部都是開放空間 也都沒有收費 來 多美啊 來 各位 可不可以 然後對面就是創業基地啊 有沒有 其實就跟我上次拍 那個杭州 我看上的居住環境周邊 其實都差不多啊 現在大陸非常多地方 就是長這樣 唉唷 還有小松鼠欸 呵呵呵 你看 這個自然生態 也完全OK啊 這個小河道啊 全長有2.3公里啊 也蠻長的喔 所以它等於它直接從這裡 這樣 大家就可以在這個河道邊散步 這裡放了好多 不知道是什麼船 各位是龍舟欸 它上面寫龍舟 所以這裡應該有這種 花龍舟的一些傳統 你看 對面還有亭子 救生圈也都有 然後就這樣可以一直散步 還有人說韓國人吹嗎 有眼睛看的人都覺得很清楚 對一些大陸人可能說 我現在這個區域稍微有一點遠 但我又覺得還好 三四十分鐘都可以到這個市區 你看一走出來 河道這裡 一轉過來就是創業的園區 開放式了 停車場 然後整個這種建築弄得也是乾乾淨淨的 然後各位 我剛剛就從河道這樣順接到這 然後接下來順接到哪裡 完全不花一分錢 來 各位 對面是什麼 對面就是一個古鎮啦 哇 這裡也都有這種 智能跑道健康互動大坪 你只要掃碼 它就會記錄你跑了多久 然後會做排名 它可能裡面都會有小小的一些給你的獎勵 那那裡再整修啊 等那裡整修完 我們就可以直接從河道就走過來了 來 各位 河道對面就直接是古城啦 哇 我自己都不知道會有這樣的畫面 真的 實際踏出門眼見為實是很重要 就可以發現很多驚喜 太舒服了吧 這不就是我們去一些 這種大陸古鎮的景點嗎 這種大陸古鎮的景點嗎 小區在那啊 就這麼近 旁邊就是一個小古城啊 我現在已經在這個 石頭橋這上面喔 哇 可以喔 這個環境 值得吧 各位 前面啊 就是中醫啊 可以抓藥啊 那些 這裡我記得我有來過一次 但那時候來是一個 很觀光旅遊的心態 看起來就有不少 上班族啊 在這休息吃吃東西 對 它這裡就是夢想小鎮 的創業大街 哇 這裡也變太大了吧 之前還沒什麼店耶 現在酒吧都有啦 然後這裡啊 也有這個杭州很有名的 絲綢漢堡店 有啦 這條街 就看到蠻多 像在創業園區的年輕人 這個是什麼 哎呀我最愛的 可頌蛋塔都有 這個店也是很漂亮耶 我之前來這裡 它是做這種 有機農田的 然後現在都已經種起來啦 這個有機的也太扎實了吧 然後你看 星巴克 用的好可愛喔 好多人約在這談生意 我們剛剛住在那個小區的話 走過來 買星巴克那些很方便耶 這什麼 喜劇公園 還有這種概念書店 挺好的 然後結合 這個杭州的IP 自己做職耶 你看 一個綠網 然後你看 這隔壁還有肯德基 非常OK 吃飯的地方也都有 啊 對啦 我想到了啦 這裡就是張太炎的故居啊 中國 近代民主主義革命家 好啦 OK 各位這就是今天啊 韓國人啊 親自啊 帶大家來看看啊 杭州小區 然後還有它周邊的一些配套 整個環境 不知道大家感受如何 我覺得今天最扯的是 這個小區旁邊 竟然就有一個完全開放式 然後沒有收你任何錢 那個股政 然後裡面也有一些店家啊 你也可以買買東西 非常舒服 所以真的有一些朋友 把我的影片分享到這些 台灣的論壇上面 韓國人如果有看到啊 我就親自來做解答 尤其這周邊 也不少間醫院 所以醫療環境 基本上杭州這裡很好的 像比較靠市區的這個大醫院 很多都是在大陸排名前幾年 所以這裡環境啊 可能跟當時討論五虎啊 也是不同狀況 我是覺得還蠻適合年輕人來闖一闖 好的 如果喜歡今天這集 記得按讚然後幫我訂閱爸爸 小鈴鐺打開熱熱的小朋友 還在下方留言 你們是大家很強 我們下次見